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也是个军人 来这里的目的是看过去的战友的 邵斌非常的年轻又不认识他 只能遵守规定不让他进去 就在李海平跟邵斌解释的时候 出来了一位名叫范天恩的司令 他认出了李海平 对警卫员说还不敬礼 原来范天恩正是他的老首长 当时李海平是范天恩的警卫员之一 长津湖战役结束之后 范天恩曾经派人去找李海平 却没有找到 他们都以为李海平牺牲了 由于部队需要继续前进而不能停留 就这样李海平和大部队走散了 其实当时李海平被敌人打中了腿 留下了终身残疾 他负伤之后就留在附近的村庄养伤 跟着后来的部队才回到中央 领导看到李海平负伤严重 还给他发了一个军人的伤残证 并且安排他去工厂就业 李海平工作的地方距离这个军区大院并不算远 他也是前不久才知道这个军区有老战友 他抱着尝试的想法来这里找一找 没想到还真找到了自己的老首长 回忆起那段共同战斗过的岁月 李海平和范天恩都饱含眼泪 之前阻拦的哨兵听了他们的过往 肃然起敬 给李海平进了一个军力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